昨天我们讲到,宋光的安排人马准备去破阵,再讲一下那个颓颜统军,见了连续几日,宋光再没有出来交战,以前他就吩咐那条军,日夜都摆行这个阵法,每日上宋军迎戒的推前几里路,万一又扎刑休息。 第一,又再向前推前几里,他慢慢慢慢就把人马压到宋军的迎戒前边,不够一里远的地方,想着第二日就派人先将宋军迎戒前边那些陆国驱马等等的障碍清除了,然后大军排成阵地,一路压过去,将宋军彻底冲趴, 不够一日,宋军已经将这些破阵的器械制造完了,之前有,也选定军马,只不过,他记住袁女良良的吩咐,白日的时候不出战,一路等到艾曼的时分。 这阵时,辽军就把整日阵,好像艾曼的慢慢推进,到艾曼,已经准备扎刑休息。 啊,怎么这么巧,到了这一日黄昏的时候,一阵寒风吹起,天空之中就乌云翻滚, 连落日晚霞都全都遮阻了,未夜先黑,宋军一看,赢了机会啊,那天黑到呢,只要对面隔了百多步远,已经几乎看不到人的样子。 宋军原来就想着留夜攻陣的嘛,所以一早就已经有准备,他叫那些水军求领。 但是那些水冰呢,在附近的炉尾林里面,撕了一条一条的炉尾管出来,每人就截了一小截,分派的那些军兵含在口里面,就好像每人都发了一支短的口哨那样,每一队军马都分配吹不同的口哨声的作为变形。 当晚,他先派了四路军兵出去,只留回黄淘军放一阵前,这四路军马就首先将那些哨探的班军全部杀散,然后收住对方的阵脚,又向北杀过去。 这阵子压岩统军连赢几阵,他才已经认定,宋军对自己这个混天仗阵无计可施。 所以每日都叫军兵一路虚传几阵,然后就休息,又等第二天继续向前虚信,到时候慢慢又被震制压派宋军。 雨衣悬盘就打得百百响,啊,怎知就在今天,自己摆了整日阵板,慢慢又向宋军的营寨前面压持了很多的时候。 这阵子正是叫大家要收兵家庭,怎知宋军就过来攻打了。 乱难控军心想,你个扩鸟,你这些人都不会死的,又来送车吧?好! 我说你意思呢,一定要将这些军阵的军阵刃到惨,令发落。 于是,他在阵中的放响号炮,想着要召板主换,就冲击宋军的阵营了。 此时,在这个时候,宋军的队内,砰砰砰砰,连珠炮响, 忽然卓首先打开旗门,向着辽军的后队直杀过去, 他卓的黑梯黑甲,骑的黑马,带的是黑旗军, 直攻对方的红骑红甲火星上将, 然后关政的大队杀入中军,截取土星主将, 林宠的大兵杀入左军阵前,截取木星, 巡明大军杀入右军阵内,截取金星, 董平的吊习军马攻打陶阵截取水星, 纪路军马一冲出去, 公孙正在中军像箭作法, 走起江九七星步, 然后守执风雷冲, 念念有词, 继起一个五雷军顶帆, 你一晚吹的正南风,那些风吹到飞沙九石, 就在公孙正一开始作法的时候, 范水、鲍鱼、航冲、李稳, 就带着五百藤牌手, 将灵镇的炮手和二十四部链车围在正中, 护送着链车,向着辽军的中军阵内接攻而去, 跟着后边,一象请胡三两, 就带兵打入辽军的太阴阵, 发和尚鲁智森,就带兵打入辽军的太阳阵, 玉其论路真义,就带领一支人马, 跟着链车,直奔入中军阵中, 大家理来我往就各自找人施杀,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说到链南统军, 他本来做了调兵险将, 想着如何再去重职宋军阵营, 他一发现听到四面喊杀先起, 四面都好像有军马来施杀, 他折黑上马, 但是这个时候, 宋军的雷车已经推过来中军将士, 一瞬止搜尼的! 天海之中,突然响起那1个巨女, 直接引爆了个链车, 而时火炮齐飞, Impelle May, 打呈歩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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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 然后关城有个 anál地被刺有一只人马推过来中军将士, 就事看显然是统军太多重有手不及, 他马上举起方天击,与关战争一场大战。 战争刚刚打了十七八个回合,那边活与战将冲的冲动。 黑暗之中,那些石子四下乱打, 打到额颜统军身边的副将、牙将、偏将,个个都四山逃走。 李颖、柴俊、孙赞、郭斯文,纵马横刀,向着辽军乱杀过来, 额颜统军打打,看他身边自己跟着那些军将,少是一个,少是一个,过了无奈, 只剩下自己单身一个在,前面有关战那把青龙猿穴刀神出鬼没, 旁边李颖、柴俊、孙赞、郭斯文,他们苦视三三, 咦,不妥不妥,用什么让他们包围着我,我连走都走不掉。 额颜统军见到不是路,马上扶转马头就走, 反正在后面飞马紧追。 此时,花榮他们也赶到,他在背后见到额颜统军输了, 到时又不知放过什么阵力,那时又要花一番功夫来攻打。 于是,马上将攻打线,向着额颜统军的后背直射过去, 额颜统军听到后面风声响,刚刚闲避, 但是小李广花榮之战怎么这么容易选呢? 额颜统军刚刚听到功源风响,那支战即时射到额颜统军。 这一战是正中后心, 谁知额颜统军那副批甲呢?后心正中位, 就有一个加厚了个护心铜颈, 所以这一战射他,射到火光四战, 刚刚射裂了个护心镜,但这箭插不下去。 花榮还想再射,这个时候, 关聖马快,已经追到了额颜统军背后, 他举起青龙刀,当铛地斩下去, 额颜统军这个时候, 国家后心一捅,哎呀, 都没反应过来, 关聖的刀已经到,指定一刀, 没一刀踢过来, 额颜统军真的够稳固, 原来他穿了三重披甲, 里面一层叫做连环斌铁甲, 中间一层是海兽皮甲, 外面那层是锁子黄金甲, 关聖一刀斩下去, 斩透了外面的锁子黄金甲, 和中间那层是海兽皮甲, 但是里面那层的连环斌铁甲, 就挡住了这刀, 关聖还想举刀再斩, 但这阵子额颜统军已经反应过来, 他起方天机, 又跟关聖的戴上来, 两个人再带了三五个回合, 花绒马快也跑到, 他偷准额颜统军的面门, 又是一闪, 一闪, 这次额颜统军的省水, 他一闪到花绒来到, 已经是立刻留意着花绒那些弓箭, 花绒一张弓搭战的时候, 他已经是想着闪的了, 所以这一闪射出来, 额颜统军即时将那面一片, 那些弓箭, 撕住耳朵边擦过, 射穿了他的奉逆针棺, 额颜统军也不是路, 马上扶转马头走, 但他刚刚跑开两步, 尚请也赶到, 尚请手扯了石头, 向着他头顶, 一石头向他兜面打过来, 额颜统军知道厉害, 马上将他身一绑, 额颜统军在马上扶转, 那粒石头打在头顶的金军上面, 又是打到火花四线, 整顶金军都打裂了, 额颜统军刚刚大意识, 哎呀,厉害呀, 正想拍马就走, 但是这个时候, 关聖已经到了, 再一刀, 这一次就斩透了那条披甲, 只见额颜统军在颈那里, 鲜血四线, 哇, 一声惨叫他蛇个人跌到地, 这个时候, 花容也到了, 他看中额颜统军踢个匹马, 一手就先用马将挽住, 拖在一边, 接着将军也来到, 再一枪, 可怜这个额颜统军一世豪杰, 结果被一把刀一团枪, 结果胜令, 这个混战将阵, 一没有额颜统军指挥, 其他人当堂乱起上来, 卢志森带着武军那里六元部军头领, 一直杀进了辽军的太阳阵内, 太阳阵的主将, 正是辽国国主的御底, 耶律德众, 耶律德众想走, 给武军一戒刀, 剁损了码头, 撕出鹤马, 跟手给武军顺手一刀, 当堂将头剁了下来, 卢志森的大人, 杀死了太阳阵上的辽军, 他大开声说, 我们再攻中奋, 将辽国国主做出去, 那大家就不用再打仗了, 另外一边, 在辽军的太阳阵之中, 首阵的主将是天寿公主, 亦是辽国国主的妹妹, 他请他四面喊杀升起, 正是上来, 立即是整顿军马, 自己去上阵施杀, 他刚刚上阵, 就看到一象征武器双刀, 向着自己直攻过来, 后面用跟着古大嫂等六元头领, 一路向着他的刑章直杀进来, 一象征和天寿公主的交锋打几个回合, 一象征用双刀, 将公主的大刀迫开, 然后冲到他面前, 揍手一揍, 揍住公主的心口, 将他整个刑竹过马来, 矮脚虎王已经在后面赶上, 两夫妻一起捉了天寿公主, 故大嫂孙二良在阵中杀身辽军女兵, 孙姓, 尚请, 在外面夹攻, 可怜这个辽国的金枝玉岩, 这一战亦都成为了人家的俘虏。 宋邦带着军马, 四面进攻, 乱杀那班兵班将, 一路由夜晚杀到帝日天方, 杀到那辽兵二十几万人, 七船八舟, 除了护价那些辽国的军将, 和辽国国主的芳王去到燕州城之外, 其他那些护价大臣, 还有那些王侄, 王叔等等, 全部都被宋军俘虏了。 这时, 我们再说的辽国国主, 苍苍惶惶惶, 带着残军败将, 迅速退到燕州城之后, 马上就立刻传指, 叫大家一路死守, 不准再行出战。 宋邦知道, 辽国的狼主已经退回燕州城了, 石坦就叫军马突然起届, 一路追来燕州城下, 将整座燕州团团围住。 那辽国狼主听到被宋军包围了, 他心更害怕, 立刻召集贫贫商量。 哎, 各位, 现在事情危急, 想不到百多年来, 我们一直都押着宋国来打, 金云居然被其中的草扣, 就将我们沙到顏面无存, 还要直逼乘客。 你问大家怎么办呢? 难道我们真的要投降宋朝? 有些人跟着辽国狼主就说, 对了, 哎呀, 连鱒统军都死了, 我们这里还有谁可以打得到, 谁可以抵挡到梁山坊这群人呢? 狼主, 不如也是投降宋了。 哦, 其中一个右丞相处坚的走出来说, 狼主, 我说现在不用投降。 哼, 没错, 这一次我们大家的兄弟, 估不到梁山草扣的军这么厉害, 连隔岩统军都写在他们手下, 只不过, 宋光他们怎么好打也好, 他都不敢打那个宋朝天子, 他们的志谋怎么利害都好, 怎么都奸搞不过财经高球。 哼, 狼主, 我说现在我们不用投降, 只要我们写的金银珠宝, 再找个口才好些的人, 去到宋国精城那里, 走走门路, 然后迎下帝威, 我想, 那个宋朝天子一定会把宋光召回去, 我们塞去的城池, 湾丁, 还可以顺手拿回来。 辽国狼主听到觉得奇怪, 哎呀, 诚相, 你千万不要开玩笑, 现在人家已经是冰淋盛下, 你还不要再说些不等的东西了, 只要宋光的日夜攻打, 虽然燕京城是成功场口, 但是都不能撑得多久, 半年之内, 恐怕李在城就肯定会给他公婆的了, 现在说投降, 我们手头上还有一些投马可言, 如果到时候被他攻打到危急的时候, 想投降人, 你都不一定就是了。 哦, 楚天就说, 哈哈哈哈, 王子你不用担心, 是, 宋军呢, 这一次的确是占尽上风, 但是很可惜, 这次来打我们的宋光, 这班这样的梁山草口, 之前曾经是两败同贯, 三败高球, 他们是打得, 不过他已经打得高球铜馆和财经他们, 这班人都是贪婪自私之辈, 又跟宋光有手, 我说呢, 他们肯定就不肯被梁山人马, 灭了我们辽国建立这么大的功力, 现在我们只要先派人去宋军的营寨里面, 先认定低威, 说我们辽国准备投降, 请他们给我派侍者, 去东京汴梁城那里, 向他们大宋天子亲自帝寒书顺表, 那宋军肯定是愿意收兵平线, 那我们准备好礼物, 然后再派一两个口才厉害的人, 去到汴梁城, 首先呢, 送礼给赛经同观高球杨展他们, 接着再卖通其他官员, 到时候, 只要赛经同观他们跟我们说多些好说话, 我们说现在我们愿意求我, 割翻燕文十六周的一两座城给他, 以后我们自愿臣讽, 不用他们再缴纳税弊, 就是这样, 我想高球赛经他们收了我们的礼物, 肯定会帮他们说话, 而且, 就算是这个当今大宋天子, 也会担心, 万一被宋冠踩平了辽国, 踏平燕文秀州, 那他就功高镇主, 而且说不定势力座大起上来, 到时候就更难降伏, 这样, 我看, 他们很可能就会就这样收兵霸占, 而且, 还会将我们的城市归还给我们, 让我们制造着宋光, 以后其他女真族人, 皇主, 只要现在写得金银珠宝, 我们更好过当然跟宋光打仗, 那廖国狼主听到万禁点头, 认为这个储城商学说得很对, 于是, 马上准备好一车的金银珠宝礼物, 就由储城商作为使者, 才可以跟宋朝讲和, 储健准备好礼物之后, 第二天他出城, 就先去宋光寨宗, 宋光听到辽国的幼城商来到, 就请问他来意如何, 储健先说, 自己的国主愿意投降, 现在还有一些金银珠宝, 想说, 酬怒到宋先锋, 以及一众梁山好汉, 然后希望, 宋先锋能够望开一面, 让他直去东径汴梁城, 向当金天子计行书顺表, 宋光听到, 和吴宋一商量, 本来都觉得, 这个辽国的使者肯定有些古怪, 如果被他去到东径汴梁城, 他又不知会跟高球赛, 他们搞些什么花神, 本来吴宋他们又不想放他出去, 显示监君趙吉听到消息, 说辽国国主经愿意投降, 还准备派使者, 亲自皇帝家前计行书顺表谦, 赵德很高兴, 即使批准储天继续上京, 宋光听到没办法, 只好听从赵德的吩咐, 暂时休兵霸占等候皇帝的消息。 那么储天一路日夜兼程, 来到汴梁城里面, 他即使托人, 先在赛经同伴高球阳展那几个里面, 走着圈, 以及省院的大小官员, 分别致送了贵重的礼物, 这帮人全部都见利忘义之辈, 又听到储天说, 梁山国连续打了辽军几座城市, 现在似乎那些势力越来越大, 万一他剿灭辽国, 那那份工业肯定不小了, 现在辽国的国主愿意求和, 以后永为友好之邦, 不用宋光再每年向辽国缴纳税币, 蔡精和高球相名, 现在这样已经拿了彩了, 如果真是被宋光灭了辽国, 他功劳带到封喉的有份, 到时候要制约他很难, 但是现在辽国愿意求和, 我们索性就准他和意, 只要他送了金银珠宝上来, 甚至宋光攻占了几座城市, 所以还回给辽国, 那宋光等于无功而返, 到时候要制约他就容易得多了, 于是大家商量好了, 一起带来储占, 入到金链战, 就向当今天主宋斐中稳告, 他说辽国有侍者送来送书求和, 哈, 本来人家说要来投降的, 到高球同贯的口里就变回求和, 而且高球同贯又在宋斐中的议计已经说, 这次辽国虽然打输了几场, 比宋光就夺了几座城市, 但是他们仍有百万大军, 如果人家背水一战, 宋光那几万人肯定不够死的, 到时候激怒了辽国, 辽国一直直撒入中原, 那战火带起, 对我们江山还没有好处, 难得辽国国主愿意求和, 还说免了以后我们每年要缴纳给辽国的碎帝, 那不如就顺台阶下去算了, 哈哈, 那个宋斐中, 也是猛起上来猛得上心口, 一堆钱的大把一挥, 批准了辽国以和, 那各位, 欲知厚思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